我愛翻尋味 我愛翻翻翻尋味 鏡頭帶你居布 看你食為懷新種 一開心一人都希望 開心一群人即刻到 我愛翻尋味 食到漂亮漂亮 找開翻 hum 我愛翻尋味,天天都 Searching 舅舅 今天… 今天來這裡幹什麼 你來這裡幹什麼 你看你背後全部是和田 大大舅舅 我 میчи把狗菜割起來 你幹什麼, 都要我來割和田 所以說你, 你是割慣九菜 我就知道 我們做農民就割和 割和是嗎? 但是我們什麼都沒有, 怎麼割 我今天不是來叫你割和 我叫你回那間廠 怎樣把菊曬乾之後 由加工成米, 然後到你家裡 這裡是打卡拍照的, 是嗎? 多拍兩張就走吧 很曬, 這樣可以嗎? 來, 現在在這裡做什麼呢? 以前, 現在說是用機械化 是 我們以前是用人工打的 人工打?打仔嗎? 打菊, 不是打仔 他的動作一定要夠優美 要優美?怎麼優美化呢? 這樣, 一下去就搜一搜 一下去就搜一搜 因為它的菊, 難免有些會脫遲一點 脫早的當然不用搜, 是嗎? 你可不可以讓我嘗嘗嗎? 不, 首先要優雅, 是嗎? 優雅一點 前提是要優雅 優雅一點 其他都不重要 優雅一點 好, 3、2、1 你國均, 你國均, 你國均 你國均, 有嗎? 你國均跟你有仇嗎? 你國均, 你國均 我叫你打工, 不是打你國均 那些私人恩怨, 你有我們 你國均, 這麼久都不來了 對… 沒有… 這樣已經乾淨了, 行了 乾淨了? 乾淨了, 沒了 摔幾摔?沒有了? 可以了 這樣就行了? 是 現在現代化是否很快 用這個機… 現代化就不同了 那… 現代化就直接用機去收割 又快很多了? 一個人一天可以收你一百多十毫 就不用再罵你的骨了? 不用了 太可憐了 隔了這麼久 你聽到有鼓聲嗎 我感覺到 你有鼓嗎 有 一起鼓就像打鼓一樣 我去做飯吃 很餓,快點 我愛翻尋味 吃得很漂亮 杜菊收割完成曬乾後 就會送到加工工廠加工 然後磨去菊皮 進行多次打磨 其中第一次打磨 和第二次打磨出來的米 就叫做糙米 糙米的口感 雖然比蒸米的口感要差一點 但星座營養價值比較高 這次就用第二次打磨的糙米 做一個番薯糊頭飯 這個又不同了 這個是容易… 對,再磨一次就蒸了 對,它和樣子洗出來的米水 是白酥酥的 對,它不會像洗出來的顏色都沒有 這些就是… 米香味真的厲害 沒錯,什麼叫美美呢 隨便移動一下,水就白了 今天做番薯糊頭飯給你吃 番薯糊頭飯聽起來很粗糧 有什麼感覺 粗糧得你吃了身體健康 因為見自己前的父母 現在最喜歡吃粗糧了 番薯呢,你又切成粒 切粒 四方形 通常一斤米 是 你就放兩條番薯就足夠了 這個和煮其他又不同了 是 你一放米的時候 你就要放番薯糊頭了 這個就要先加一點點… 油 油下去 還有麵 它的油… 指定動作 對,它就特別香的,放了下去 我看你這個放了一點點油 因為我們放一些芋頭、番薯 比較爽油 把米放進去 是 通常煮飯,早做的米 它水分比較豐富 晚做的米,它水分就滿足 如果煮這些飯,就一對一就對了 這些芋頭,你又同樣是這樣的 切成粒狀形 是 粒狀形,它又好看 吃的時候,將飯一拌 它又移得均勻 是的,這些 你吃起來,又有芋頭的香味 又有番薯的香味 那些大米的香味 你一滾,你已經聞過了 是的,我現在兩邊… 兩邊的米香味都供煮 厲害了,厲害了 厲害了 然後把它處理好 這邊聽到聲音,你就要收小火了 不要繼續用這麼大火 這裡就可以了 把芋頭、番薯一起放進去 煮至它自己收飯火 你就開始… 我真的沒試過這樣做 蓋上蓋子 這些,前後八分鐘就已經可以了 很快就吃了 外外番薯味,吃得很棒了 今天就跟陳先生一起分享這裡的靈米 對,我們為了消費者吃出健康 所以每個環節非常重視 做到… 我們每一個產品都是品質至上 這隻米的口感真的非常漂亮 它吃起來不會脹壞 對,容易消化 因為它是用最好的水質和土質去耕種 對,真的很厲害 而且我們的品種是自己研發的 對消化一定會好 番薯、芋頭、飯 但它很甜、很香 而且… 沒錯 在家裡有時候想做一些新意思 特別是老人家、小朋友在這裡的話 這樣搭一搭顏色有幾個人,可不可以 那倒是,有靚米 當然要用好的食材來搭 番薯、香芋,它一定是咬起來 又糯,又粉的口感在這裡 沒錯 加上飯,又這麼軟糯 對 加起來,口感很豐富 所以這樣吃,又吃出健康 因為它始終番薯、芋頭是粗糧味 是 然後再融入這麼漂亮的米 這頓飯真是少兩碟菜都可以吃飽 是 所以每一個農業發展 我一發現我一定會把好部份的產品 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剛才煮的時候,發展內心 散發出來的米香味 是那種讚嘆,你明白嗎 是… 有些東西漂亮起來 它不需要你說太多,你一聞到 一咬下去就知道這個一定是美 所以如果你要賣美的米 這時候當然要點進去沉味君 嚴選相成,來挑選美的米來吃 好山好水,好肚出美的米 廠家自己選種、中植、製作的絲苗米 更加有品質的保證 吃起來更加香 拿起手機、掃描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進入到沉味君嚴選相成 這麼漂亮的高明絲苗米 就可以賣了 馬上下單吧 走漆多年,掃描屑 下來,這個先給我看 我們去看看,影背有很多 好大點的 也有很多工具 還想看到,壓力有很多 你這官員會有很多 也就是火鍋 上來,燒熱好 就是一般市場 私地面的工具 我記得你拿著很多工具 但我覺得inguém具有很多工具 就有很多工具 沒有那麼飽滿的, 它會分開兩級 原來以前這麼小的米 都已經可以分級了 是 分, 因為這個位置是飽滿的 這個位置就沒那麼飽滿 沒那麼飽滿 那個位置出來的那些就沒用了 那些糠就飛出來了 沒錯 它還有一個特色 這個可以開大開小的 對, 這麼人性化? 開大 你的手不停握著它, 一直… 真的… 如果用力過猛 它就連飽滿的都會出不去 所以… 要講經驗吧 要控制它的手力 以前的人都很有智慧 當然… 不過我們現在越來越工業化了 不如看看現在的米 要經過多少個工序做出來的 好 在我身邊就是陳老闆 陳老闆做米這個行業 已經做了八年的時間 現在在他有幾千平方的廠房這裡 剛才我們見證了割米…割和 然後和變成谷谷 究竟怎樣變成米的呢?陳老闆 從鋼谷回到工廠, 從鋼谷生產變成蒸脈 經過上面16個機械 才可以變成蒸脈 現在我們來到這一層 其實有16個機器 但對於我本人來說 感受也一樣 就是看到一條通 然後下面有一塊機械 但其實每一塊都有不同的作用 是嗎? 沒錯… 有甚麼作用, 例如第一個開始 第一個是去窄 去窄 第二個是去和廣 第三個是去石頭 把石頭、沙都去走 然後到這個就是谷 變成做米的這部機器來做 即是去殼的 去殼的 去殼的 然後下一步就是把米和谷殼分離 即是它這部機器還沒磨乾淨 就到那裡有谷、有米 所以它分離 把谷殼最循環到這部機器 這第四步 很複雜, 接著才是第四步 第五步就是做米是第一層皮 第六步又一樣 第三、第七步又一樣 做米變成粗米 要過三層皮就過三層皮 明白… 接著磨了出來 有碎米, 那層皮就把碎米熬出來 蒸米就繼續下去 我們有這麼漂亮的米 大家很想吃到 有香噴米的感覺, 對吧 這時候就可以掃描下方的二維碼 掃描之後就可以進入 尋味君鹽損雙城 就可以買到美食了 好山好水, 好肚出美米 廠家自己選種 中植製作的絲苗米 更加有品質的保證 吃起來更加香 拿起手機, 掃描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進入到尋味君鹽損雙城 這麼漂亮的高明絲苗米 就可以賣了 快點下單吧 我愛翻尋味, 吃得很漂亮 周老師好 順德還是佛山貓王 順德 順德貓王 我媽順德人 貓王 貓王, 你今天有這麼多米 你打算怎樣有米法呢 這麼漂亮的米, 我就帶了包汁過來 你帶了包汁過來? 對 是不是米已經煮好了? 煮好了, 你看看吧 你也很有準備 是呀 漂亮嗎? 五星好評 不要太熱, 煮包汁 為什麼? 如果太熱, 它又有焦米 你看, 煮到蝦鹽 你看看, 吃飯幾年慢慢滲下去 我吃過這麼多飯, 米… 米真是最香的 真的最香的 配上包汁 好 第一次 這樣就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外外翻尋味, 吃得很漂亮 舅舅, 包汁拌飯 是呀, 這是很矜貴 我知道很矜貴 不過我看到你和鄭老師做的 是呀 我先試一口 它是軟糯的 是 是有點黏口的 是呀 它膠了口嘛 是呀, 膠了口 但它又不像糯米飯那種黏 是呀 但它進口是那種很軟滑 因為包汁本身也是滑的 是呀… 所以包著它的時候就更加顯滑 很香 因為吃下去 鮑魚… 它又吃到鮑魚的香味 飯很滑 軟 所以真的比米好 一定要有更好的料配才行 待會吃 因為包著拌飯 因為做得這麼加勢 還有什麼好東西 請你們分享一下 我剛才想嘗嘗黑米 你不如跟它一起調好 好… 我愛翻尋味, 吃得漂亮… 我看你的工具這麼齊 好像這個飯有點特別 對, 有肥肉, 有羞肉 是, 還有飯 這是黑米 黑米飯 黑米飯 我終於吃到黑米飯了 就側面做它 是 做個甘文肉碎 匯, 黑米飯 好, 放少許油 發生油 把肥肉… 爆香 爆香, 對 讓它煎到金黃色 把鹽、瘦肉、糖、生抽 是, 先拌一下 拌一下 放生粉 對, 增華 對 差不多是金黃色 我們這裡又差不多拌好味 是 最後放些米油 拌得更滑 又更香 全部是金黃色 就加入 羞肉 一拌, 這樣就叫做金黃肉 黑米的香氣 跟我們平常吃的米真的有點不同 不同 感覺會偏甜一點 對 把這些… 鼻仔漿 打出來的生蠔的蠔汁 其實這道菜不用黑米 我們平常吃的米 其實是一樣可以這樣做的 可以 可以, 但不要煮得那麼軟 再加上 還有… 還有蔥花 芫荽蔥花 靈魂 好 滑一點就是這樣 我愛翻尋味 吃得漂亮… 黑米的表面 好像有一股意義 是呀 所以它有一點… 又不能說上焦香 總之它更加有口感 是呀… 它咬起來 因為外面好像裡面爆出來的一種 軟 是呀, 沒錯 所以有兩個層次 黑米為何跟其他黑米不一樣 你看見的就是這樣黏著 一吃就一粒一粒 這隻米除了這樣煮來吃 那裡泡酒也漂亮 泡酒… 所以黑米酒 你真是補氣、補血 平常補血、補血 當然… 一般來說 黑米會少見到可以賣 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掌握機會 因為對於小朋友也好 或者對老人家也好 身體也非常好 我家裡媽媽很喜歡 把幾種不同顏色的米混合在一起 五湖、雜糧 所以這個黑米是首選的 這個時候可以掃描 我們屏幕下方的二維碼點 進去我們陳美君嚴選雙城 就可以買到這麼麗的黑米了 今天很開心 因為米這件事 在我們中國人的傳統裡 在我們的歷史裡 它真的貫隨著我們這麼多年 它掌管了我們所有人的 就是這個飽福 可以令我們感受到幸福的日子 生活 所以米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今天一層一層解開給大家看 原來米拿回了16個工序 如果加上我們收割的話 整個20度工作才能吃到 現在這麼漂亮、精品的米 希望大家可以珍惜糧食 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還有要感謝老友敬佳 對, 要感謝佛山風雨農業科技術 公司對本賴木吉達來支持 謝謝… 我們的曾老師跟他一起說 好… 好… 3、2、1 我愛翻沉迷 又吃到米 又吃到米 吃美麗了